被封一个多月啊 一个多月啊 都在家里面 太难了 现在在江都路和文昌路的交叉路口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店铺的营业情况 大概在20%到30% 有一些药店、水果店等等的超市 这把都开了 像一些堂食的店站出来开不了 不过现在已经烤很多了啊 相对于昨天来说 已经是一个大的选择了 我们小区解封啊 零感染的小区解封 今天出来看明显就不一样了啊 街道上有很多人了 逐步往这个正常回归 烧烤已经烤起来了 好多店都开了 周末时光也排起了长队 小平旅也能见面了 哇这个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好的 看看这个车的密集程度 已经跟平时很像了啊 因为我们是处于梅岭街道 我们凤凰桥社区没有感染的 这一片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今天是解封的第一天 所以大家都会出来转一转 卡口还是要管控的 理发店竟然也营业了 卖衣服也开门了 前方过了十颗法路就是国庆路 我们等一下到国庆路看一看 人流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国庆路路上的车流跟平时差不多 两边的商店 还有很多没有开的 卡口特别的多啊 这些商家是最辛苦的 一个多月没有营业 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差不多 一个多月没有工作 目前景区还没有开啊 这个东关街还是封闭的 接下来就开始解封景区了 蒋家桥脚面也没有开 哇 这边好多人啊 都在等着密雪冰城 都想喝奶茶啊 一点点也开门了 半开门 前方就到了文昌路 文昌路目前也是人流如枝 主干道上面的店铺啊 开的比较少 相对于国庆路上面 比较冷清 来一份开了 冒业也有很多店开了 行河建子城还是关闭状态 前方就是皮市街 解封的第一天能达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人就是出来吹热闹了 出来野性消费 编的实在太久太久了 有些人昨天晚上12点就开着车出来了 激动的心情异于眼表 我们光看几个车上的车流 还是蛮亲切的啊 这边就是太州路 前面就是东关街 东关街目前还是封闭状态 现在很多店是可以开门经营的 但是有的感染的小区 它还是封闭状态 它就出不来 现在到了解放桥 看一看虎运河 这边就是江都路的东区大人发 估计里面现在有好多人 应该都在排队 看看这个车流 对吧 估计很快啊 就会把这个疫情忘记的 接下来就是要多多的接种疫苗了 12到17周岁 以及60周岁以上 昨天听说公交要开的 今天没有开啊 估计还要等两天 等公交再开通之后 那基本上就很快了 这边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这个很不应该啊 在家安全的待了一个多月 你刚出来你要注意安全啊 不能得不偿失 这边到了关桥路路口 前方就到了运河快速路 与文城中路的交叉口 听说疫情期间 快速路的建设没有停啊 这个就是运河快速路 跟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飞机东车道没有建好 然后辅道呢 上面一层沥青还没有铺设 主干道上面的线已经画好了 还有人骑地农车在行驶 这个就是主干道啊 前方是不通的 我们马上就掉头 我们现在掉头 直接上文昌大桥 文昌大桥 道路的绿化时间长了没有清理啊 杂草重生 这就是金黄大运河 目前还发挥的重要的运输作用 前方就是扬州大桥 金黄之星 广陵新城平时人又不多啊 疫情期间人更少 这边就是澳元金黄湾的工地 现在来到了金黄南路 这是去年刚建好的啊 左边的运洋大河成章表面已经刷过了 右边 郡城府速度稍微慢一点啊 大河成章的速度确实快 要不是疫情耽误啊 会更快 由三车道就变成了两车道 王都曼陈小 再往前就到了正在建设当中的 恒大观篮府啊 这一段地面需要再修一修了啊 还是水泥地呢 观篮府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也是停工了 恒大目前受到这个危机啊 不知道能不能按时交房呢 正常交房是在二零二三年四五月份 还要等两年 应该快复工了啊 前方就是开发大桥 开发路东沿工程 年底也应该进行了 年底也应该进行了 这个西阳西下就很好看啊 前方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翠月心愿 金黄大银河 开发路东沿就是直接接这个跳水台就可以了 现在来到城南快速通道 今天已经可以有很多流洋人员可以开车离开扬州了啊 然后刚才这个三亚八国道上高速的路上就路口就很堵 前方就是江都路啊 我们就转进入江都路 奥特莱斯没有开业 食品城都被这个铁丝网给了 碧桂园的房子建造的挺快的 看着他长大了 又到了扬州的老城区了 湿井路这两年一直在改造 这边是文京中学 在他的隔壁就是沙口小区 这边好香啊 烧烤还有这个鸡排 大名寺的舒适房 还是要戴口罩的 东元小馆 这个是扬州的帝王小区 一万四千五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 我平时的上班和下班的路 稍微绕了一点点啊 感受到了整个恢复的这种气势 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路上的人很多很多的 车流也很多 经地华柱 这个路口以前都有很多老鹅摊呢 目前还没有出摊 期待早日出胎啊 知道了 这边生活气息已经非常浓透了 看到没有 还有不戴口罩的 这边是万福路和 江都路的交叉路口 天已经渐渐黑了啊 一阵清烟 五台山大桥 市民已经吃过晚饭 出来火动了 散步 土运河 前方是石河法路和万福西路的交叉口 回来了啊 回家直接烧饭吃 虽然疫情持续一个多月 但是整个道路还是相当保持的比较干净的 随时 准备复工复产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套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老虎山鸭片粉丝开了 老虎山鸭片粉丝开了